第四十三體 下列合則是小明操作時的步驟順序 那麼這裡就是一個感應起電的過程 首先要有一個不帶電的電中性的導體 然後呢我們一個帶電體靠近發生 靜電感應現象使它的正負電荷分離就是所謂的甲 然後呢接著我們要做的是接地也就是霧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遠端電荷就會消失 那麼只留下一個 近端的一個異性電荷存在 像我們的丙 然後最後呢把帶電的物體移開 最後呢我們這個金屬球呢就帶電了就是我們的釘 所以第四十三體問我們說 何則是小明操作時的 步驟順序我們答案選擇是C 以甲物餅釘